另外一个观众朋友们问的是关于这个美白啊皮肤保养的问题 这不也麻烦你帮我们做一下解答哦 他自己是讲说什么他脸上的斑啊 他脸上的斑都一直跑出来 其实不知道是荷尔蒙还是因为晒斑的关系 那他以前解决的方法就是会打美白针 可是打完美白针以后他发现这个斑 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真正的 会越来越深越来越严重哦 那如果是这样恶性循环的话他很担心 到底关于斑这件事情 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让他温和的这个解决掉 比如说像赛斑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方法让他不要一直重复的长出来呢 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也请我们的Incarrant Spa的April来帮我们解说一下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你今天问对了人 哦您是那个厨斑高手 我呢我我本身呢我就是我在30多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眼底下面就有一块黑斑啊 像那个像那个手指大大手指的那个那个那样大小 但是那时候我特别爱美啊 就是每个女人我都是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是因为我要去把我的斑除掉 所以我不停的不停的我除了20年我这个斑也没有没有掉 懂我的意思啊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 就是呢那我原来我们都会有 因为我今天讲一下就大家都明白一下 这黑斑长出来是为什么 为什么长出来黑斑是因为我们的体内发生的变化 还有刚才你说的一样阳光的心态啊照色啊 我们的手机电视啊这些光啊都会让我们的脸上长斑 对吗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内调跟外置的一个方法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懂嘛我们只要长斑了我们就会去追求外在的 就是去找这个雷射要把它变掉啊 然后脱皮霜啊 然后去帮高啊 所以我不停的就是花了无数的钱 然后让我最后预哭无泪 就是最后我去给医生打了雷射之后满脸 就是我没长斑的地方也都长出黑斑了 所以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啊这个非常痛苦最后就是欲哭无泪我没有办法 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而且让自己变得更糟糕 没法见人所以的话这些痛苦的路程我都是都是走过的 那在四年前的话呢我就发现了一个一款产品啊 这款产品它没有去搬的功效 但是你用上半年以后呢 它的搬会我的搬就会自动的就没有了 就会变淡了 我觉得特别的神奇这个神奇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不可相信的啊 后来我就开始去研究啊 原来那是什么是因为我长斑呢 是因为它告诉我们的身体的信号告诉我们我们的皮肤干了 我们的内分泌有问题了啊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一些黑色素出来 因为黑色素出来是保护我们皮肤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不是个坏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跟它去调解 然后我们需要做到比如说面部补水啊 防护啊防晒啊 然后让你的水分水分质充足在你的皮肤里面 是 自动的这个黑色素就会到它的皮肤的具体层去呆着了 它就不会出到表面上来 所以说但是你有出到表面上来的皮肤问题 都是跟我们的内在外在是有关系的 OK 所以我们懂到这个原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去治疗它 那我们会这个这个为什么这款产品它可以去黑斑 它是因为我们的细胞产品它有效的去补充你的水分跟你的胶原 让你的表皮层呢变得健康了 变得健康就像你看宝宝的皮肤是不是特别Q弹 特别的那种厚你就感觉到好结实那种皮肤 那你看长了黑斑去黑斑的人 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医美的时候 你就发现我们的皮肤都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毛孔越来越粗对吗 那我们的黑斑还没有下去 为什么 是因为你越伤害它的皮脂膜 就是我们的表皮的那种油脂膜 那它的黑斑就会自动就会更旺盛 所以治标不治本 对它就要去保护它 所以你的黑色素就会越旺盛的出来保护你的皮肤 所以方法应该就是要好好的保湿 如果我们皮肤开始长黑斑 最快的方法是保湿保湿是不是 对没错就是你就是有效的去补水保湿 然后让我们的活化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黑斑它就会 我们是目的是不让它消除掉 而是不让它活跃 让它回到它的肺围之内 它到皮肤的底层 你的表皮看起来就白去光泽 这是我们的作用 好的好的 再次谢谢我们Incarrant Spa的负责人 Apo来跟我们做分享 原来我们长出黑斑呢 其实真的就是已经累积非常多 然后你皮肤刚好干 它就会跑出来 一定要做好保湿的这个功用 我以前这个年纪节好不懂事 我都会想说就是皮肤嘛 我是一个屁股脸 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黑斑 但很奇怪过了40岁之后 真的一晒太阳 好像默默的就有东西会跑出来 还是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心 所以我们就说叫黄脸婆 黄脸婆 我们到了年纪的时候 脸部又黄又黄 因为它是累积的毒素 是是是 如果说我们定期的去清洁 然后呢防护 然后再补水补胶炎 那我们的皮肤还是一样 你到了80岁 它还是均油气量的 太棒了太棒了 谢谢我们的Incarrant Spa 谢谢April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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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